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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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飄浮的時候 當然有我們現在的隊長 風乃就最好 即是菲利亞 然後我第二隻角色 會用天月月斬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貫通效果 不過它貫通效果狀態才會加上全體的弓 這角色的貫通來說 因為我暫時沒什麼武器 還沒齊武器才會用 另外這把冥王石匠其實也挺好用 還沒升爆 但已經增加了40% 52% 我們飄浮狀態時就有50.2% 風角色的攻擊就會加強 另外我的角色暫時來說 都是用這個 你看到下面的 應該是... 按進去後可以放多一把武器 應該是靈魂狀態 現在跟大家進去看看吧 這個就是了 進去的靈魂列表 可以選擇一把武器 我當然會選擇飄浮加風的攻擊 因為加風的攻擊 可以一直推爆它 重點來是... 其實我們... 為何會做到這麼大的輸出呢 包括有中士郎和雷龍 不是雷龍 雷龍 在技能列表方面 我們的風奶加角色10% 戰鬥時 因為我們有左瘡 自己的能量條加80% 技能傷害加10% 每次發動技能 我們自己的技能都會加上傷害 這個純粹我沒有什麼角色擺放 所以只擺放這兩隻 火隊隊長和左瘡 純粹要在戰鬥開始時 可以幫我開技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沒有其他角色可以再用 所以先用這兩隻 中間的角色 在飄浮狀態時 會加攻擊 亦會增加自己的雷內 自己也會替代三號名 受到傷害 以及自己的雷內性加49 即是我們第三個角色 其實會比較安全 即是現在做到這麼大輸出的中士郎 以及雷龍 可以看看 戰鬥開始時 在60秒會增加自己的25%攻擊 對break 或是down的狀態 造成傷害加20% 戰鬥開始時 自己的技能條會加49 每次觸發技能時 每次技能觸發就會加攻擊 即是技能越多開就越高攻 然後雷龍 雷龍傷害增加50% 大致上就是這樣 所有角色都還沒升滿 我自己覺得最棒的 就是中士郎 加上雷龍 還是那句話 因為我沒有其他角色 有差不多100萬 我覺得這個傷害挺帥的 但很可惜我們前面的兩隻角色 做不到 真的有很大的輸出 希望接下來有其他角色 讓我的風隊更加全面 暫時來說也算是風隊 因為三隻風還不是風隊 對嗎 好 另外這裡 其實我現在打的是最難的關卡 我們的活動關卡 第三個風屬性易打的關卡 即是雷關卡 大家看到現在的應該叫做閃雷幻影 當然我帶風下去就完全不難 你看到中士郎一開技 弄了100萬 這個傷害真的非常帥 平時怎麼辦呢 平時就沒有傷害了 其實是 因為暫時還沒解決 前面兩個一隻奶 基本上也不是真的能做到輸出 這隻奶就比較困難 但第二個風角 我也想換一下它 但很可惜現階段還未有 希望遲一點抽中 大致上打雷關卡 也是很舒服的 而且這個陣子 基本上打所有Boss 都沒有難度 當然Boss 大家可以靠隊友的關 但Boss戰 你自己做到輸出的話 都會打得很快 我自己暫時來說 中士郎配一隻雷龍 這真的超棒 當然啦 我們有風冷在前面 幫我們加工也很重要 到了這裡打一隻白虎 其實也沒什麼難度 很快就完成了 跟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關卡是容易打的 我覺得雷的活動關卡是容易打的 因為白虎的牙 虎胸牙其實沒什麼威力 只要衝上去 這樣就不會很痛 衝上去就沒什麼 但我印象中有暗關 是很瘋的 一爆就爆大範圍 這個始終的範圍不是很大 現在看看吧 另外我們的風奶開技能做到多少呢 它直接打了1120萬 加上三招技 這樣看不及 按道理應該是我們的風奶 其實只可以靠我們的輔助 即是靠我們的佐湯 我想只是十多萬而已 另外我們中間那隻 中間那隻也是打十多萬左右 最主要的輸出都是給中士郎 暫時未有其他風角 是真的高輸出的 所以我還未做到一個 我覺得比較理想的配隊 當然希望遲一點 可以做到一點理想的配隊 我們來到這裡 應該就可以搞定它了 先看看 不會說真的差很遠 這裡來一下電 嘩 每次都要百多萬 然後在這裡直接GG它 OK 大致上我這隊覺得頗為輕鬆 而且不是真的有很多五星而已 對了 應該算是容易吧 中士郎四星和雷四星 還有一隻蜂奶媽 我覺得已經做到一個很不錯的輸出了 我們今晚再看看和大家玩多一點 看看可否和大家討論一下 如何配合會是最好的 我們今晚直播見 希望今晚直播可以和大家聊得更多 另外影片方面 下支影片再見吧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觀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 再見 elia безопас 等 subsequently 需要 在 們 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